不使用化學添加的肥料或農藥 不使用化學添加的肥料或農藥 用盡量天然素才可以養大肥 生料?農藥? 農藥? 沒有加農藥、農藥、農藥 不加農藥 用農藥 對人體更健康 不會帶身體有殘留一些化學、毒素之類 會被人體比較無害 比較健康 然後可能是環境比較好 學校不上派身體 要看政府能不能把學校的重慮 因為國高中通常都是重餐的 因為它要讓政府有沒有敬佩 就是讓你重餐 變有殘留一些食材 變成那種香香香啊 所以就是 有隱藥規定更大藥就是有殘留一些食材 這樣做什麼? 政府給你剩 學餐 就有殘留一些食材 我們小朋友講的比較沒有太大的注意力 因為買東西的就不知道在家裡買菜 你本來是媽媽 農會嗎? 還是我們講權的那種比較大的連鎖 一般超級 開心 根據農委會的定義 有機蔬菜除了不使用化學合成物質之外 更要是一個強調水土保持 與生態平衡的之間管理系統 除了做到不撒農藥 不濕化肥 不食用抗生素 不壞環境等生產過程之外 還必須經過檢驗單位的認證 依法標示 才能算是合格的有機農產品 有機蔬菜因為生產成本較高 售價格波動的影響較大 所以政府推動有機耕農 以契約的方式耕作 與中小學人養養餐合作 除了讓兒童吃得比較健康之外 也有穩定有機耕農的產銷環境 入享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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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選擇